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的网友叫他皮爷 我不知道大家玩摄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他 然后他们去年做了一个众筹是制作他的Peter McKenon和Normatic这个牌子合作的第二款相机的背包 当时我看到他们在众筹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下单了 谁知道因为疫情的影响 发货从去年的4月已经到今年的4月才寄到 现在我已经收到这个包裹了 非常的兴奋 那我们先来开箱 OK 如果大家知道Peter McKenon的朋友应该知道他的这个Logo 就是有一个骷髅头的这个 就是这个背包 同样也是有Peter McKenon的Logo在这个前面 后方的话有他的同样的这个骷髅头这个Logo 这个相机背包 我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呢 这个等我打开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啊 但是呢 内容在里面 我们现在打算最里面的这一层 应该是这样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两个这个盒子 那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选购的 因为当时他们在做众筹的时候 有朋友 因为我PO在这个BD的动态里面了 然后有朋友就说 这个里面怎么搭配啊 怎么样的 那实际上它这个盒子有大有小 那我订购的是两个的小盒子 那这个盒子你也是可以自由去搭配的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空间大小 你要怎么去利用它 你可以把这个拆下来 然后里面的这个空间你自己去分布 全都是这个模式贴的材质 然后这是两个盒子 那你可以选择用这两个盒子 或者是不用这两个盒子 因为它本身这个相机背包的空间就非常大 里面有这么宽敞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相机背包这么特别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特意的做一期视频来说这个相机背包呢 精彩的来了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上这个位置 那如果你平时比如说除了相机放在这个地方位置之外 那比如说有些小配件 比如什么充电器啊 那你是可以放在上面的这个空间的 放在这个位置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不够大 怎么办呢 这就是它非常设计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这个里面 你是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往里推 然后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之前的这个空间 我再这样弄一下 之前的话我是放了两个盒子对吧 这样的 那我拿出其中一个盒子出来之后 我可以把这一块拉下来 变成这个样子 那下面的空间现在只能放一个盒子 但是现在上面的这个空间 就变得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很任意的去调整你的这个相机背包的一个空间的利用啊 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它这个设计是非常棒的 另外如果比如说现在你上面放了一些东西 就像刚才刚才大家讲的已经把这个上面的空间打开了之后啊 那你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滤镜啊 像我们经常放的一些滤镜啊 或者是麦克风啊 或者是一些线材之类的啊 那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之后 你不需要从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磁吸的一个设计 这个位置 这个挡板 你只要这样打开就好了 就是 然后东西就在这地方 就是这个也太方便了 这个设计真的太聪明了 那另外这个背包其他的位置 就像这边的话 你可以放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东西啊 那比如说同样还是比如说滤镜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 比如说像像GoPro的这个小三角架啊之类的 那我会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它给你做了两个空间 那我们把它还原到之前的样子 那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位置你推上去就好了 然后下面又回复到正常的两个袋子的空间的样子 然后你又把第二个空间放进去就好了 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还有一些空间没有利用到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出门在外 比如说像我们爱就是随时做一些视频编辑的朋友 那它还有一层是在最底部 这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放你的这个笔记本电脑 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那我是觉得呢 除了相机之外 比如说像我出门的话 一般的情况我不会带太多的镜头 那比如说我就带一两个镜头的话 放在下面 然后加一台无人机 在下面 那比如说可能是个两三天的行程 我就会把上面 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把它打开扩容之后 你的一些衣物可以放在上面的位置 然后相机和无人机就放在下面的位置就好了 就是非常方便 它的设计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任意的去更改它里面的容量 然后呢 这个旁边就是这样 一些小包 那它这些小包也都是磁吸的 然后这个上面 比如说你放你的三小架在这个位置 那可以用什么一些线呢 或者是一些带子把它捆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Peter McKinnon的和这个Normatic合作的这一款相机 背包怎么样呢 那如果现在其实大家去下单的话 他们已经是有现货 不需要像现在之前那样众筹的时候 需要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那当时这个众筹网站上大家是抱怨的非常厉害 然后我终于收到了之后的话 其实设计还有它的材质是非常带感的 那如果是大家有关注Peter McKinnon或者是他的频道 或者喜欢他的那个视频的一些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背包啊 这并不是恰饭 我没有从中间得到任何的利益 只是我自己看了他的这个背包的设计之后 我是觉得非常的实用啊 比起一般的相机背包固定的这个格数啊 或者是你只能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而不能去调整整个的这个容量比例的话 那他的这个设计就会比其他的相机背包来的更聪明啊 那这一节目的话其实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背包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去可以搜一下 他的名字叫做Peter McKinnon Everyday Camera Bag 就是说怎么怎么翻译 皮爷的每日相机背包啊 好的那这一节目就这样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希望可以一键三连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你也可以选择关注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